看看新闻网 就是说忙里头闲嘛 就如果你不闲下来的话 其实节目组还是每天都给你们安排一些事情做 对 其实每天都有事情 比如说什么事情呢 排练啊 排个街啊 哦 拍大片啊 那现在是不是最后那场演出 礼拜天的那最后那一场演出的歌 已经都定下来了 基本上吧 但是还会有一些小的调整 那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是忠于原来的风格 就你还是女神的风格 然后你是什么风格 我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 那现在每天要花多长时间练这首歌 就是拼命的练这最后的几首歌了对吗 唱歌 对 练多久大概 每天 我每天在用嗓的时间起码是四个小时吧 所以现在为了特别保护嗓子 安排在我们节目上说话都特别小事 不是我平时说话就挺小声的 别往后退了 好 你再往后退我的脸比你都大了 好 好 那秧极现在每天要练得很累吗 还好 我主要是练一下气息 练一下气息 嗓子能少用就是能少用 我尽量学你们那样说话 我觉得这样就是显得特别小清新的一会儿 我在你们身边就显得大扫门呀 小清新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学员啊 这个一路走来 一个呢是一直感觉在云上唱歌的 一个是一直感觉各种音乐风格都能驾驭特别有音乐才华 秧极马阿莱在《中国梦之声》舞台上是如何闪亮 名字 秧极马 我是一名门巴族 来自西藏林志地区 我是跟着我的外婆学的我们满巴族的老调 我的妈妈是一名医生啊 救死扶生这样子的一个白衣天使 长大了虽然没有当医生 我希望我也能通过音乐 也能够治愈和安慰更多的人 在未来我也会继续唱给我的孩子们听 希望他们也能够延续这些音乐 祝福秧极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